大家好,我是涛哥,一个把电影当故事讲的电影解说 今天涛哥哥带来的是美国恐怖电影《恶灵空间2》 影片一开始,男主和女主是兄妹 小时候两人的爸妈被戴着面具的恶灵所杀 因此两人患上了惧怕黑暗的毛病 转眼两人已经长大成人 而恶灵在心中留下的阴影始终挥之不去 在不断的精神治疗下,男主已经有所好转 而女主的情况依然不容乐观 于是接下来的男主决定去往另一个城市开始新生活 而女主则独自住进了精神病院 画面一转,女医生为女主安排好了病房 女主刚搬进去,就在灯坏了的衣柜里看见了恐惧的恶灵 随后进来了两个病友打招呼 一个洁癖哥,一个酱油弟 酱油弟告诉女主自己和女主一样恐惧黑暗 而洁癖哥则帮女主修好了灯 这下三个人也算是正式的认识了 接下来,医院开展了恐惧症患者的治疗大会 结果当女主说出自己遭遇恶灵的经历时 在场的病友不仅没人相信 反而嘲笑女主 这让女主大受打击 女主当下就打算回屋收拾东西离开 然而又在女医生的好心劝解下继续留了下来 晚上酱油弟跑到地下室偷看传人杂志 忽然听到了一声异响 于是酱油弟就出去看看是什么情况 接着灯先是一盏一盏的灭掉 然后酱油弟就被锁进了杂物间 一片漆黑中传来了利器的声音 酱油弟死了 接着地下室的门禁声响起 引起了前台的注意 于是前台提着灯走进地下室 就看见了酱油弟被切成两半的尸体 第二天酱油弟的事弄得大家人心惶惶 身为好兄弟的洁癖哥 也是一时接受不了这个沉重的打击 受到惊吓的女主又开始想着第二天要离开 结果禁不住男医生的一番忽悠 女主再次留了下来 晚上女主洗完澡出来 发现垃圾箱里有块沾血的毛巾 再低头一看 大量的血从一个隔间里不停地往外流 女主走上前一看 原来是病友之一 犀利姐在自残 接着犀利姐就把女主给赶走了 画面转场到洁癖哥这边 洁癖哥正卖力的清洁房间 中途饿了 拿起一包薯片就往嘴里塞 结果吃出了一只小墙 这对洁癖哥来说 相当于是要了半条命 于是洁癖哥使劲喝水渡口 这时恶灵出现 把一瓶清洁剂踢到了洁癖哥面前 洁癖哥是一点都不带犹豫的 就往喉咙里灌 随后犀利姐自残完毕 顺便来看看洁癖哥 结果就看到了喉咙被烧伤 已经领了盒饭的洁癖哥 很快洁癖哥的事惊动了众人 细心的女主看到了地上的小墙 接着前台打电话想汇报情况 结果电话坏了 此时大门也是锁的 没电话联系外界 也就没办法开门 于是女医生就让前台去地下室检查电话线 结果等了许久 前台都没有回来 女医生无奈只能自己亲自下去看看 下了地下室 女医生半天都没有发现前台的影子 反而看到了破损的线路和一地的水 随后恶灵出现 把漏电的设备扔到了水里 踩在水上的女医生瞬间就遭殃 而另一边的犀利姐在床上醒来 全身被绑 嘴巴也被封住 接着犀利姐就看到自己身上的伤口爬满了蛆虫 于是犀利姐拿起一旁的刀就想把蛆虫给挖出来 最后活生生的把自己割的湿血过多挂掉了 随后女主来到了犀利姐房间 看见尸体的惨状 吓得乱跑乱叫 剩下的两个病友炮灰女和卷毛哥听到动静也赶了过来 女主带着两人去看犀利姐尸体 结果发现尸体消失得无影无踪 而旁边的两人也对女主露出了怀疑的目光 紧接着炮灰女和卷毛哥也是吵了一架 卷毛哥正独自在房间收拾东西 借机溜走 这时恶灵找上门来挖出了卷毛哥的心脏 画面转到走廊上 此时女主听到了炮灰女的尖叫声 跑过去一看 炮灰女的身体正被疯狂的灌着人体脂肪 接着恶灵出现追杀女主 女主不停的逃跑 经过一番斗智斗勇 女主好不容易把恶灵引到真气石里 给了恶灵一个重击 结果男医生突然出现 一出现就要给女主打正禁忌 女主正拼命挣扎 恶灵走过来就把男医生给放倒了 此时恶灵的面具掉落 恶灵本人竟然就是男主 镜头来到了男主的回忆 当初男主在接受治疗的时候 男医生明知道男主对 封闭黑暗空间的童年阴影 还硬是把人关到了衣柜里 名曰直面恐惧治疗法 因为男医生觉得 恶灵就是象征着男主 不敢面对的黑暗恐惧 结果这一下就把男主给直接逼疯了 逼成了精神分裂症 这直接导致了男主 除了男主本身正常的人格外 还有一个恶灵杀手的人格 回到现实可想而知男医生 给男主造成了多大的伤害 男主对男医生又是多么恨之入骨 男主为了发泄报复 用了和男医生同样的手段 杀了那些病人 接着男主把针筒戳进了 男医生的脑子里 男医生当场领了便当 此时女主趁机逃跑 跑到了男主藏在医院的老窝 看到了一大堆作案工具 趁着男主走过来 女主一个转身就用剪刀 把男主给戳穿了 随后警方赶到 女主正坐着口路 没想到转头就发现 被戳死的并不是男主 而是女医生 原来在女医生被电傻后 接着就被男主给催眠了 然后杀了男医生 替男主领了盒饭 而男主则乔装成警察 成功逃了出去 好了 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可以去搜搜看 我是涛哥 如果你有想看不敢看的电影 就私信告诉涛哥吧 涛哥每天为你解说一部电影 喜欢涛哥的就订阅我们吧 但一定要记得转发哦 好了 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 我是涛哥 如果你有想看不敢看的电影 就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吧 当然 别忘了关注点赞和转发哟